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呼籠盤的盤後 這盤視頻 好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121點 歐利息跌0.6點 基本上這個漲多的一個整理盤 然後國外的疫情怎麼樣 國外的疫情好像又第三波了好不好 但是我相信這個整理歸整理的 還是在1萬7之上 然後呢 各無表現的部分基本上 他們有結束嘛 你看一下今天雖然說跌的加速比較多 但是漲停板的加速 還有五十間耶 雖然這個盤怎麼樣 它的資金是在的喔 我現在如果說你看台幣的話 台幣不是都升值了嗎 台幣都升值了嘛 所以這個錢還是一樣怎麼樣 從國外跑到台灣來 跑到台灣來要幹嘛 買房子嗎 不是嘛 在這邊嘛 在股市裡面嘛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先把它看為什麼 把它看為那個高檔震盪的格局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這個部分 我現在昨天我們的小編有做一個活動 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的 一直賺的部分 一直賺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 我之前就是把我一些經驗寫到那個玄谷的城市裡面 玄谷的城市裡面 然後呢本來是 本來是我退休用的啦 朋友 其實我的本意喔 不是要做老師你知道嗎 我是要在家裡自己搞股票的啦 只是搞了 搞一搞 好像做得還不錯 然後有一些朋友又在券商 又在那個投股裡面 不然不然你換個地方到我們公司來做股票好了 對 換個地方做股票做一做 不然你來當老師好了 其實我就這樣子上了賊船 你懂我意思嗎 我本來是要自己玩的啦 自己玩 換個地方 你在家裡玩 你到我們公司玩好不好 我給你一個辦公室 你在這邊玩 你要不要順便上這節目好了 基本上是這樣子啊 所以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自己在弄的 那同朋友 其實主要就是 其實你看這個東西 主要就是你要看 趨勢跟強制股在什麼地方 趨勢跟強制股啦 其實如果是 如果說除非你很有錢啦 不然你不可能每天買啦 不然不肯肢肢買啦 你是找趨勢 族群在什麼地方啦 那如果說你看昨天那四肢的話 族群在哪裡 航運嘛 那閃裝就兩肢了嘛 兩肢兩肢都漲停板嘛 基本上往這地方看啦 當然就航運的部分 應該是說運輸啦 運輸的部分 這種漲兩根三根的你可能不敢買 但是我現在在節目上怎麼樣 像今天那個有宣問我說 老師我不敢買 開盤漲2% 結果漲停板了 我要浪費老師的心意 其實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每天都要按這個東西啊 你錯失一兩次有什麼關係 方法在 你永遠都是有股票的嘛 對不對 不要說你沒買啊 我也沒買啊 因為我的運輸股 買華航啊 買一堆運輸股不是很奇怪 操作是要分散風險對不對 這個買一點那個買一點 你就比較不會怕 不要說什麼大震盪的時候 全部都在跌 就是有的這個在漲 有那個在整理 但是呢 只要每天都有維持獲利的感覺 基本上這樣做起來就很順了 比如現在的運輸華航啊 上禮拜四十塊送給你的不是 17.65 對吧 直播嘛 你覺得它不會漲對不對 華航 對吧 你不會覺得它會漲嗎 今天都多少了 今天20.55了 漲3塊錢 3塊錢 你除以17.65看看 快兩成了 你知道嗎 快兩成了啦 那個還有一家軍商 出報告啊 比肩的收盤價還高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頭信天天買啊 頭信毛起來嘛 如果要今年賺兩塊錢怎麼辦 好朋友 現在基本上是海運這邊很旺嘛 海運這邊很旺的話 因為塞港塞船嘛 所以呢 所以那些有績效性的 都幹嘛 都轉做空運去了嘛 所以你說華航在漲什麼 長什麼旅遊 什麼人人的運輸 不是啦 出國旅遊 現在那國外疫情你是敢出國 沒人敢出國了嘛 所以呢 所以在長什麼 一樣是長貨運的部分 我是長貨運啦 海運嘛 海運 貨櫃的在漲嘛 散裝在漲嘛 所以呢 所以像這個空運的啊 也是漲運輸啊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就整票都 都在漲運輸啦 好不好 同個題材啦 然後呢17 這個我們有出一半 之前有出一半啊 另外一半啊 丟著不理他 幹嘛 短線上你喜歡當衝 一半一半 拉起來你有賺錢 快10%出掉 剩下丟著 看他能跑多久嘛 好不好 沒錯嘛 然後呢塑化嘛 塑化之前做的南亞 之前然後再什麼 做的南亞 做的連城 再做的國橋 國橋我們昨天出掉了 好不好 昨天把它出掉 出掉了 出掉換一支股票 等一下跟大家報告 換什麼股票啦 反正國橋是昨天 昨天老師剛好公會上課嘛 沒有上節目嘛 早上就是國橋出掉 再轉下一支 好不好 然後這也是跟大家報告過的 這什麼 都沒有不是證券股嘛 這對銀行股嘛 這對銀行股嘛 這對銀行股的話 今天大盤大跌對不對 你不看一下宏遠鎮 他要漲低滿中創新高咧 當然 這是比較投機的啦 那比較穩的是什麼 比較穩的是元大金啊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啊 最近的一些媒體看在講什麼 講這個融資對不對 哇融資以為一直往上升 對不對 閃戶大軍歸隊 你有沒有想過融資以為上升 誰會賺錢啊 這融資是要利息的沒錯吧 對不對 這融資是要利息的哦 融資要利息的話所以呢 所以 我是不是跟大家說 你可以看這兩支 一支元大金是宏遠鎮 宏遠鎮是有投機性的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樓下就幾品邦 幾品魚刺嘛 然後這個元大金 他是屬於比較穩健的 這兩天雖然說震盪而已 雖然說震盪 但是我認為沒有 應該是沒什麼關係啦 因為慢慢吐 搞不好會像華航一樣 整個吐上去啊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這個融資 對不對 要利息嘛 要利息的話 所以你在看這個金融股的話 你要看什麼 銀行先找一下證券體系的金控股 沒錯吧 他是證券體系又結合銀行 元大金控這個銀行不是 之前併什麼大眾銀嗎 所以呢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是元大寶來的 他現在都請你換什麼 你券商是不是就換到元大銀行 因為什麼 就一樣的券商嘛 金控裡面的券商嘛 所以你要買什麼那種 什麼警示股然後圈存幹嘛的 基本上如果說是你在元大下的單 如果說你是元大贏的話 需不需要什麼再去另外存錢 不用啊 就線上畫一下 就圈一下 就過去就可以下單啊 所以他就沒有圈圈的問題啦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說往這地方看的話 你看他融資在增 同樣融資 那個利息不便宜耶 那融資利息如果不便宜的話 那誰會受惠最大 誰會受惠最大 市占誰最大嗎 市占最大不是元大最大嗎 病了寶來嘛 之前又病什麼精華精神證券啊 然後還又病了什麼 不是病了賈文中的頂戶證券 幹嘛 就那個元大頂戶嘛 元大中大頂戶嘛 就賈文中的啊 之前頂戶證券啊 賈文中啊 賈伯伯不是台灣最大的金主嗎 幹嘛 所以以這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 比較穩健的就是這個啦 比較投資就是這個啦 那我們又買這個 一樣 你覺得慢的話還出一半 另外一半不用理他 好不好 讓他慢慢跑 反正現在是賺錢嘛 沒錯吧 現在不是賺錢嗎 好那接著我們看這個 我們昨天出國橋對不對 出國橋買威爾鋼 買威爾鋼啦 威爾鋼啦 威爾鋼 威爾鋼 90到90間小買部分持股 9點47分 一定買來到 為什麼你知道嗎 掉到平盤 9點47嘛 這邊都已經10點 10點左右了嘛 掉到平盤 怎麼 怎麼沒有現買現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沒有沒有現買現漲 那又怎麼樣 掉下去啦 掉下去 尾盤收起來 一樣在這個區間 好不好 反正就在這邊 掉下去 一定買得到 怎麼這樣 今天呢 這昨天對不對 昨天這個動作完 基本上都沒動作了 因為我早上去上課了 今天早上 9點07分 為剛剛再加碼一點 9到9點5 昨天買了 昨天買了 今天再加碼一點 這邊嘛 減官退堂全部 這6萬多張 這又不是什麼 什麼量量什麼 加碼一點吧 一樣買得到 為什麼 因為掉到90.8 開盤買 一路挖去了 神奇的事發生了嘛 快漲停了 快漲停怎麼樣 先獲利出間加碼部 早上加碼的 對不對 已經跑到99了 跑到99 一張多少 賺個6千吧 一張賺個6千 今天那個 這可以當沖嘛 爬上去的 先當沖一下好了 今天加碼的出掉 然後呢 再來呢 這能漲停板 就鎖起來了 所以呢 昨天買嘛 今天要加碼嘛 拉快漲停先出 今天加碼的 剩下就丟著 就這樣 所以 繼續維持一個賺錢的節奏 好不好 然後這個 繼續混 混給他混了 反正電子股現在不強 我也沒辦法 沒錯 但是他應該還有後事 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而已 這裡一下 有啦 有套啦 欸同朋友 如果說把它出掉 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吧 這撩一支耶 這撩一支 沒辦法補這個 你看到貴 這10%耶 這是幾% 3%5% 所以同朋友 其實操作就是這樣啦 大賺小賠 好不好 你說要全部賺 穩賺 每次都賺 買了馬上賺 欸不好意思我做不到 好不好 這是我的操作好不好 我現在學人來看節目 怎麼做怎麼講啊 就這樣子嘛 當然 後面還有好貨 我只能這樣跟大家說 後面還有好貨 有間公司 下午研究員要去 如果好的話 明天我們就買 就這麼簡單 如果不好的話 就不買 就這樣 所以你們說 老師你明天要買 我趕快來參加 結果明天怎麼沒摳 他今天下午去好 我就會買了嘛 不好就不買嘛 當然呢 當然 我們之前有做過一支股票 又可以買了 好不好 又可以買了啦 我之前出掉了啦 現在沒有啦 又可以買了 這幾天應該會陸陸續續的 看狀況買進 好不好 好啦 同朋友 我們講一次一樣啊 操作方法啦 有操作方法 就有混淆就有下一支 好不好 跟著大陸走 差不多你有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節目更喜歡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希望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知 動彈掌握之線 祝大家明天好順利 明天見 拜拜